34分后来看台南发生了这一起校园爆炸意外 总共造成了八个人灼伤送医 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南宁高中的校长李俊贤 昨天下午他发现校园的水管不通 而由于他的专长就是化学 所以他就自行拿了碳酸氢钠 想办法要来疏通水管 但是没有想到却发生了爆炸 造成校长还有师生一共八个人被化学药剂给灼伤送医 虽然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这位校长他的眼睛跟脸部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到现在都还要住院观察治疗